大家好 我是小佐 今天是3月24号星期四 今天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大盘和一些热门行业股票的表现 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 好 那么今天大盘的表现相当的OK 相当的哈拉哨 那么标普白指数呢上涨了 那我们今天盘前呢是给出两种预期 那理论上呢 我是倾向于这个至少比如说啊 走出双重顶的感觉 对吧 那不管后续会不会跌下来 或者是啊 怎么去运动 那至少呢 这个啊 它是走到了 对吧 应该是做多 今天应该是做多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在谨慎的方面啊 西啊 要提防这种走出深度ABC的这种可能性啊 那么今天很显然没有选择 说为什么呢 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的技术分析理论 就是当你发现一个多头波段将对较强的时候呢 应该仍旧相信啊 后续呢 啊 这个空头啊 不敢轻举妄动是吧 因此呢 我们应该还是要选择啊 这个逢低不拘多担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胜率会略高一些 而不是逆势啊 也就是逆当前可 这个 比如说多头波段将强嘛啊 不能啊 这个频繁的逆势 那么逆势呢 你需要快进快出 对吧 这个小空头 好 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图 嗯 那么日线图很显然呢 啊 表现得非常的强劲啊 这根日线 那我们啊 这个趋势线呢 可以适当往这儿调 那么后续会怎样呢 理论上呢 啊 多头啊 现在还是略微比比较略微啊 就是比空头要更强一些啊 那么昨天这根阴线并没有给空头更多的信心 嗯 怎么说呢 啊 这个环境呢 目前啊 在技术面上还是啊 看多的哈 就是这几日还是要啊 应该以看多为主 好 这个没有没有没有争议啊 大家有争议吗 好 我们看一下纳萨克哈 应该是没有争议哈 啊 那么有 有人说啊 这个必须要打打下来啊 那目前没看到啊 目前没看到啊 包括我们这个标普 我们说在四小时图上看啊 他他连一个深度ABC都没给 那么后续呢 即便在这运行 我觉得空头也要思考一下了 对不对 他愿不愿意再往下做空啊 当然也有可能啊 但是啊 他在再次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啊 这个多头可能就会抄底去了啊 是吧啊 再次掉这个位置的时候 比如说再往下点砸的时候 那多头可就不客气了啊 就直接弄了啊 那么现在就是这种感受啊 那么啊 除非啊 你看我这个嘴啊 除非市场突发啊 一些重要的事情啊 说必须得给一个短线的空啊 啊 然后啊 多头可以在更低的位置去抄 那也ok啊 反正反正呢 目前呢 呃 想要去逆转空啊 想要去逆转当前多头更为强势的一个标准呢 就是把最低点给 砸破 对吧 把这个多头不断的最低点给他往下砸破 那这个高度太高了啊 所以没那么容易啊 短期内没那么容易 好 好 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 今天纳斯达克啊 长得还是不错啊 长得还是不错啊 那么昨天其实我们观察日线的时候就发现啊 这根阴线呢 啊 相对于左侧这个会稍微弱一些 对吧 相对于左侧这个阳线来说是相对弱一些的啊 比标普要强一些啊 对吧 昨天标普这根阴线 反而相对较强 但是今天啊 但是昨天这个纳斯达克呢 反而弱一些 那么今天呢 呃 纳斯达克也是尝试去创了近一个多头不断的一个新的小高点 大家看啊 这根阳线非常强吧 那么因此呢 我们应该把确实线啊 就这么一条 对吧 那么后续呢 应该啊 如果给出一些回落 应该优先选择做多啊 应该优先选择做多 有人说为什么呀 为什么空不下去了呢 嗯 反正目前是这样啊 不要管为什么 这个 你看 有人说啊 这通胀这么严重啊 这个这个后续啊 这个比如说 呃 这个疫情可能会 这个m mRNA 这家公司又说 后续还有概率啊 出现比这个新冠病毒更严重的这个变异病毒 对吧 啊 包括啊 近期啊 这个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冲突啊 应该是吧 对吧 不光是乌克兰是吧 因为啊 近期召开的这个北约峰会又加强了在呃 北约边界的一个啊 兵力的部署 包括啊 各成员国愿愿意去提升军方 这实际上是呃 世界矛盾的一个再度的一个升级 是吧 尽管呢 它是一个形势主义 但我是觉得这个形势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啊 同时呢 啊 呃 有一些新的变化啊 呃 包括俄罗斯这边对于天然气啊 使用啊 卢布这样的一个 呃 叫卢布 卢布小霸权 对吧 卢布啊 小信用啊 啊 都会会影响我们这个对经济的一个宏观的感受 但这些感受呢啊 都没有让我们的股市持续下跌啊 反而呢 啊 近期给出了一个多头波段 可以看到啊 我们啊 怎么说呢 我们还是应该以K线分析为主啊 同时去关注基本面就OK了啊 好 短期的一些扰动肯定都是一些啊 突发事件或者是黑天然恶事件啊 我们因此呢 近期是还是要带好可能的一个殖存点的啊 带好在趋势线之下的一个殖存点去布局多单 好 那么罗素呢 今天我们是觉得他啊 今天我个人在盘前是觉得他有可能去做多啊 那么这个下跌趋势线啊 然后突破了 是吧 稍微横盘一下啊 可能会向上 可能会向上 好吧 啊 那么道兴司呢 呃 也是啊 和这个罗素有点像啊 好吧 后续呢 有可能啊 这个把这个下跌趋势线突破上去啊 去测试更高的一些横向的阻力区 我们不妨就坏到这里 把这个阻力区 好 那么近期啊 股市的一个多头啊 相对较强 因此不能啊 轻易的看空了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原油的表现 呃 那么今天原油呢 我们在四小时头上啊 本以为他能够在这根k线附近啊 止住啊 但没想到他还是给出了一个回落 那大家仔细看这12345到了五浪之后 给出一定的回落啊 也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接下来一个可能的一个支撑区呢 我们画一下 嗯 就是在这个位置了啊 就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他如果在这位置稍微横盘整理一下呢 啊啊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止跌 呃 k线之后呢 再去做多啊 那么现在啊 现在这个这个趋势线呢 已经被破掉了哈 短线的 对吧 我 我们因此呢 啊 这个把这线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先删掉 先删掉哈 我们啊 最近这个原油呢 并非是特别容易做哈 我们啊 要找到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些止跌点去做多 好 这个是呃 原油 同时呢 原油呢 可以适当的换一个超短线的一个下跌的小鞋破 那么后续呢 呃 你觉得啊 在左侧做多不不安稳的啊 不保准的啊 可以在这个下跌趋势线的右侧啊 等待止跌的时候再做多 也是ok的 说原油 未来会涨吗 我看这个北约 包括欧盟 包括美国与俄罗斯这个冲突啊 怎么说呢啊 好像这个战争啊 层面我们啊 关注的就好了 但是啊 感受 感觉到他们后续的一个动作是越来越多了啊 包括经济方面的 包括军事层面的 对吧 啊 好吧 啊 关于原油 后后续会怎么样 我是觉得嗯 原油应该还会涨吧 我这 这是一种感觉吧 那么在技术面上呢 我们需要等待一个啊 洗盘啊 洗盘之后呢 可能要重新啊 再涨 好吧 啊 比如说这个通胀太严重了啊 这个美国可能会把这个油价打一打啊 也是有可能啊 也是有可能 因此呢 我们把这个长线的下跌趋势线啊 画好 好吧啊 这个不一定是下跌趋势线啊 这是我画的近期两个高点的 连接啊 那么后续呢 更安稳的 就是更稳妥的一个做多的点位 当然是在这个下跌趋势线的右侧了 所以两个线条啊 我们啊 添加了三个线条 一个是阻力区 这个阻力区就本身就在这了啊 一个是支撑区在这个位置 一个是大型的下跌 可能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线啊 另外一个是短线的一个啊 趋势线啊 大家都画好 那么想要做多的话 可以等待一些比较明显的右侧点位啊 比如说这个小下跌趋势线的右侧去做多 会更安全一点 或者是等到这个大型下跌的右侧去做多 也是更安全的 好 那么对于黄金来说 今天啊 关于黄金今天还有一件事啊 这个 呃 美国呢 又啊 单啊 单方面说了啊 这个俄俄俄罗斯的一个央行呢 不能使用黄金储备哈 啊 就其实我作为旁观者来说 我是觉得啊 这个美国还是 我不知道啊 他们这个矛盾啊 就越搞越复杂哈 你看今天啊 黄金呢 还是有所上涨啊 我们整体黄金还是要啊 看涨的啊 我们今天盘前也特别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态度 好吧 说黄金啊 在乱世中应该是一个硬 这个叫叫好东西啊 好东西 说黄金都不能弄了 这个这个算是违约吗 黄金呢 它也不是美元啊 黄金跟美元没关系啊 是脱钩的 好吧 不懂啊 疯了啊 都都疯了啊 所以啊 我们人类啊 经过了我们貌似短暂的和平啊 但其实啊 这几十年上百年一直都有站着 我们只是没过于的去关注啊 这次轮到大国之间有重大的冲突或者战争了 我们才把这些事啊 考虑的啊 哎呀 离我们太近了 对吧 呃 不管怎么说呢 人类啊 顾及 就是说人类固有的一些弱点就会导致这些 嗯 好吧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啊 那么对黄金来说就是利好 是吧 对黄金来说应该是利好 刚才我已经把这个小的相当小趋势画上了 如果后续给出一个小指跌的话 回落小指跌可以直接进啊 做多 那么止损就放在下面啊 就可以了啊 这个小趋势线的下方 好吧 这个线可以删掉了 嗯 好 哎 没办法啊 这个变化太快啊 短短的一个月啊 从年后啊 这个短短的这二月份到三月份 二月底到三月到现在啊 这一个多月啊 这个世界啊 就要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特别是 其实现在是欧洲的一个动力啊 但实际上有美国在里面 嗯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愿上帝保佑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行情的表现 那么个股方面呢 今天啊 和昨天正好是相反的啊 这个上涨的股票数量啊 远多于下跌的股票数量 那么今天领涨的行业呢 有大马股 IDC概念 软银持仓 以及AI 物联网和半导体 我们分别看一下 我们看一看sndl和tly 是不是要给希望了呢 哎 我们把这个右侧打开啊 sndl啊 这大马股近期有点细啊 有点细吧 嗯 那这样的话 大家看怎么有细 我们不妨啊 画一个可能的趋势下 我们把近期比较两个明显的低点一连啊 你会发现 哎 还真是 还真是有可能止住啊 我把这稍微往上调一点 嗯 你会发现 哎 正好侧这来啊 哎 所以后续呢 我只是觉得 这个可以慢慢的等待啊 回撤去做多了啊 嗯 盘后还在涨 所以大马股是不是要收敛结束了 大家看啊 这个长长的一个收敛结构 我把这线在删一删 把这线删一删 这个这个收敛的楔形啊 终于要冒尖了啊 要冒尖了 那么后续应该慢慢的不拘多单了啊 经过了漫长的洗盘啊 终于啊 这个要守得云开见日出 嗯 云终于要开了啊 那么后续应该慢慢的去布局多单 好吧 盘后还在暴涨啊 好 我们看另外一支 TLY大马股 信仰长池那位朋友哈 你终于看到了这一天呢 恭喜 看到了这一天 开玩笑哈 就是太煎熬了 对吧 我再重复一遍 我清晰的记得 比如说以他为例 我在这一天 就在这一天 让我的那个支持我的会员粉丝啊 说要简单要卖了 他说非得要迟啊 这个于是乎啊 就经历了将近一年半的一个回撤啊 或者至少一年的一个回撤吧 现在啊 这个精神上应该有所放松了啊 好吧 再拿一拿 反正也到如此了啊 这个对于TLY来说 后续呢 哎 今天还是真冒尖了啊 所以后续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阻力位的一个呃 一个一个停顿情况啊 突破再稍微回落啊 是可以布局多单的 同时呢 呃 你如果想直接进的话 就分批进啊 不要不要关注短期的波动了啊 对吧 分批紧啊 好吧 因为他这个K线太长了啊 所以后续 这其实交易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 你止损可以 比如说就给他一块钱的一个止损空间 行吧啊 就就就就一块钱 不管你是哪个价格进 先给一块钱看一下 对吧 止损 好 这个就是大马股 今天首次领长啊 应该是首次 嗯 好长时间没看到他的影子了 好 今天的英伟达和英 这三个啊 英伟达 英特尔和 呃 美国超微啊 我们看一下 嗯 啊 最近今天的这个半导体领域啊 终于啊 再次爆发了哈 所以后续应该还是要看多 那么英伟达本身就比AMD要稍微强一些啊 好 这个应该把这个趋势线画好 好 那么后续高位还有阻力位哈 所以多头要谨慎啊 好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英特尔 英特尔经过英特尔英特尔经过漫长的起盘之后啊 终于再次回拉到高位哈 呃 这英特尔呢 他的业务啊 这个在产业链条向啊 代工方向去拓展了 对吧 同时建立一些工厂之类的啊 我是觉得 呃 这个对台积电这样的企业会有啊 竞争啊 那么近近几天有一些新闻是说 呃 这个台在台在台的一些外资呢 离开了台湾 大概是4800亿台新台币吧 这样的一个啊 撤资啊 或者是撤出啊 那国际就是跑到这些行业里来了 我估计哈 就是啊 这个美美国啊 有一些新的计划 好吧 你看长得猛吧 那么后续可以慢慢的投一下啊 好 这是英特尔 好 我们另外来看一下超微 今天我们对超微的理解是呢 在年线附近啊 看看能不能止住啊 果然啊 今天有点冒家啊 所以多头可以做多了 这个呢 相对于其他的龙头股来说 还相对之后呢 涨得还没够高呢 所以现在布局应该是正当时的 那么止损可以自己设定就好了啊 自己可以承受的一个止损空间 好吧 好 这个是AMD 好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 呃 今天的半导体 我们说好了啊 互联网都说了 英语大家说了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另外几个 苹果公司 我们先看一下苹果 苹果公司长得真猛啊 直勾勾的上了 那苹果公司前两天 有一个评级是要到200元左右 是吧 提高他的目标价位在200啊 国际量肯定是要突破一下 然后再稍微停顿 对不对啊 这个是苹果 挺猛啊 挺猛 看来只有AMD相对之后一些啊 还是布局的一个好点位 好 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 嗯 特斯拉今天呢 是稍微的一个小型的横盘啊 但是全天收涨1.48% 目前呢 还距离最高位的这个阻力区呢 还有一定的距离哈 所以多头可以继续预期一下 好吧 预期啥上涨啊 多头预期上涨 那如果在1000左右就遇到强劲阻力呢 那你要注意是否要适当减仓 但我觉得你既然 我们假设啊 你在这个 在在这两三根K线这进场的话 你应该拿一拿 如果实在是仓位重的话 需要减仓 仓位轻的话 应该更应该拿一拿啊 仓位都比较轻的话 更不应该去跑 对吧 现在行情这么好 这就是多头非常强劲的波段啊 看到吗 多头非常强劲 刚刚才那个苹果也是啊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说的一些股票 哇 全绿了啊 还有还有萨克说的 呃 其实全绿了 大家也不要被迷惑啊 这里边有涨幅比较小的 是吧 百分之一不到的那种 都是比较小的 好吧 呃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PayPal吧 PayPal近期 我们一直在提醒说 可以适当抄底 慢慢的布局了啊 分批买一买了 开始买了 对吧 嗯 好 这是PayPal 现在不晚啊 好 我们看一下RBLX 嗯 也是这样啊 你当然也可以等待右侧回撤啊 给一个回撤代价啊 也可以现在慢慢的先布局起来 不要一次性买很多物 那么TDOC这支股也是类似哈 也是类似啊 不赘述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嗯 台积电应该去尝试做多啊 因为他现在这个ABC差不多了 ABC 后续应该布局多呆哈 台积电 说后续这个芯片还会短缺吗 会的啊 因为工业链又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同时一些重要的原材料啊 我们啊 在昨天一期节目中提到过啊 就是呃 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新的布局 包括通胀的影响 包括呃 呃 原材料的一个采购啊 可能面临新的问题 对吧 啊 包括自身的产能啊 都有可能会啊 包括疫情的影响啊 都有可能会影响啊 大家对他的预期 但是呢 从当前这个技术位上呢 也应该去尝试布局多单了啊 这个是台积电 好的 我们看一下赫兹 嗯 赫兹还是在缓缓的上行啊 比较慢 好 我们看一下迪士尼 嗯 迪士尼也是啊 呃 我们应该 我们今天应该把这个天然气看一下啊 因为天然气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基本面的变化 俄罗斯宣布天然气用用卢布 所以今天卢布应该是大涨 啊 天然气啊 上去了啊 多头啊 我们我记得多头我们啊 在这个区域布局的 对吧 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长上去了 是不是冒尖了 后续还得涨 为啥 刚才说过了哈 基本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呃 美国这边单方面的说要对欧盟提供将近15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哈 这美国要大赚一笔啊 把这个俄罗斯的客户抢过来了 对不对 好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哈 这个政治啊 经济啊 这个挺复杂的 其实 好吧 好 那么其他的指数权率啊 今天为什么会这么猛呢 好吧 我们就不管了啊 我们明天盘前继续看一下 会不会在这当前的这个位置啊 再稍微震荡一下 好吧 多头太强了啊 好 啊 祝大家赚钱啊 拜拜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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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